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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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我餓了 欸 你自己不會做啊 沒手沒腳嗎 不過今天到次有一道菜可以做給你吃一下 還蠻不錯的 Let's go 今天Max廚房想給大家帶來的是煎三文魚 平時大家三文魚刺身應該吃的比較多了吧 但是煎三文魚反而會比較少一點 那麼今天就給大家帶來這個煎三文魚的做法 說起煎三文魚啊 我覺得最好的香料就是這個了 米蝶香 Rosemary 它可以去除魚腥味帶來特別的氣味 記得放上鹽和胡椒進行醃製喔 現在我們需要把米蝶香切成碎塊 放進三文魚裡一起醃製 然後呢再加入一到兩滴的橄欖油 好了 三文魚的醃製工作就完成了 那麼我們現在用大火來煎三文魚 這樣可以鎖住三文魚的肉汁 當其中一面煎到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鑽到另外一面繼續煎啦 所以煎到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轉成中火 我們就可以就可以轉成中火 然後會慢慢滲透到鱔肉裡面 讓熱力慢慢滲透到鱔肉裡面 中火煎大概2-3分鐘之後呢 我們的鯧魚就完成啦 好啦 今天的煎鯧魚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Max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